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七百六十集 一号的主动 钟离翘起脑袋歪着头想了几秒 地脉就如同人的经脉 山川河流的走势都受地脉影响 顿了顿他继续说道 地脉是一个统称分十二种 暗和人体十二正经 它在风水学中非常重要 有地脉的土地才是风水宝地 建宅和选木地尤为注重地脉 许起安听得头皮发麻精简了一下 在地书聊天群里回复 地脉就相当于人体的经脉 对应十二正经 结束 天地会与众人等了半天 没有看到后续 一时沉默了下来 这相当于什么都没说嘛 不过许青安倒是想起了一件小事 当初买新宅带出彩微看风水时 徐府井中有一只女鬼 而鬼魂是无法独立长存阳间的 当时初采微下到井中查看 发现井底有一条阴脉 阴脉想来也是地脉的一种 想到这里 许青安又问道 钟师姐 黄城里有地脉吗 钟离细声细气地说道 黄城里当然有地脉 他的名字叫龙脉 不等许青安追问 他贴心的解释 龙脉是气运的延伸 六百年前 大风在此地建都 京城的地脉 受紫气滋养 受一股气运加持 受黎明百姓愿力加持 日子欲久 便退化成龙脉了 龙脉是地脉的一种 但龙脉又是气运的延伸 那 龙脉有什么作用吗 就如同祖坟风水如果被破坏 会影响后人 龙脉和郑国剑的效果相似 镇压一国气运 大周末年 白鹿书愿大如钱钟 贤明愿入大周京城 以身允为代价 撞散了大周最后的国运 他撞的 就是龙脉 在我们书师里有一句谚语 得龙脉者 得天下 不是很懂 但觉得很厉害的样子 许清安传书说 皇城内有龙脉 然后又问钟离 那 你能 操纵龙脉吗 钟离蒙了半天 弱弱的说道 啊 龙脉 深压一国气运 就算是坚政老师 也不敢轻易触碰的 许清安 玄机又把龙脉的特征 转述给天地会议众人 楚元枕分析 如果连坚政 都不敢轻易碰触龙脉 那么怀王密探 更不可能借龙脉土盾 是我的想法错误了 推测陷入疆宁 就连许清安也暂时没有头绪 就在这时 一号突然说话了 很远的是我来查 交给我负责 你们谁都不用管了 哎 一号竟如此主动 这不符合他的性格呀 许清安吃了一惊 地书碎片持有哲理 一号最低调 身份最神秘 七号八号无法冒泡 事出有因 唯独一号极少冒头 偶尔参与讨论 却点到极止 从不与地书碎片持有者 陷下面机 不但是他 天地会成员都感到诧异 如此主动积极 不符合一号的灌常作风 天地会里除了我 没人能自由出入皇城 我甚至能想办法进攻 不管是很远还是地道 我都比你们更有优势 也更安全 当然 如果我需要帮助 我会向你们求助 希望诸位不要拒绝 桌里游合情合理 很轻易地就说服了众人 并让许清安等人 由衷地松口气 确实 现在的皇城和皇宫 对于他们来说是禁地 就算许清安能敲咪咪地溜进城 也只能陪伴在怀庆和临安身边 缺乏单独行动的条件 楚言者心想 正好可以借此机会 试探一号的能力 以及他的身份 李妙真的暗自揣摩 一号能自由出入皇城 甚至能找机会进攻 这说明他的身份很高 诸公之一 总是我的薰贵 李娜开心地想 很远大司的事 终于有人接手了 那我就放心了 睡觉睡觉 接下来的两天里 朝廷和妖蛮使团 谈判了数次 未有成果 双方暂时没有达成一致 许清安远离庙堂 对此事并不关心 他这两天到魏王仁的小院里躲清净 原因是文会之事以后 各路读书人不停的往徐府送帖子 有的想拜访他 有的想约他去喝酒 有的想把家里的女儿或妹妹嫁给他 还附带了生辰八字 佛门斗法时 许清安固然名声远播 但读书人对他还带了一层偏见 并没有完全的视作自己人 楚州屠城案后 赵首在朝堂公开宣布 许清安是他的弟子 许清安正式成为读书人眼里的自己人 只不过那次远景地在气头上 没人敢和许清安套近乎 文会风波以后 许清安成了乡伯伯 这些都是小问题 真正让他在家待不下去的是 白鹿书院的几个大儒 前天 风儿甚是喧嚣 许清安的眼皮直跳 赵首院长来了 穿着江洗发白的儒衫 头发凌乱 一副犬如打板 许清安恭敬地引着名义上的老师入厅 奉上好茶 闲聊之后 赵首就问 宁艳竟擅长兵法 那本兵书可有其他手抄 赵首是来看书的 顺便想把经书收录进书院的藏书阁 手抄倒是没有 最近倒是忍不住的想手冲 四个月不济女色的许清安 很遗憾地回绝了赵首 就在这个时候 大儒张身 李木白 陈泰 连美拜访 看见院长赵首 三位大儒一脸的不屑 窃师贼 窃师贼 窃徒贼 无耻老贼 三个人异口同声 呸 然后呢 赵首院长大怒 掩出法随 袖子一挥 退去一百里 三位大儒袖子一挥 不退 退去一百里 不退 退去一百里 不退 在这场别开生面的法术较量里 许清安就溜出徐府去了 临走之前 看见婶婶摆在厅里的盆栽 摔碎在地上 看见许凌音加入战场 站在一旁 李妙珍拼了老命的 把这个愚蠢的丫头给救了出来 不然他就被送出百里之外了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